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浩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 今天在我们的场上又会听到怎样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王先生37岁 来自吉林 厨师 花女士37岁 来自黑龙江 个体 她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今天来参加节目 我就想问问她 她娶我到底图什么 难道我是她们家的生意工具吗 生个男孩是我们全家的喜愿 她身为家里的一份主 帮助老人完成喜愿 为什么这么难呢 自从嫁给她 她们全家对我是各种不待见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救我 这些年我们的生活过得一直不顺 我很烦 她还一直跟我抱怨 不理解我 真的 这样的日子我过得够够的了 都过得够够的了 却还要逼着老婆生二胎是吧 对 老师 其实你看这么多年 我俩是07年在黑龙江大庆 我俩就认识的 那个时候是她先追的我 当初就是说真的 我就是说为了爱就是喜欢她 然后我就嫁给她了 那你说这么多年了 说生不上二胎 那不是我自己的事吗 为啥就必须得生个男孩 我觉得你们要求我 这件事真的我特别的 我理解不了 因为我大哥家那个老大三岁 老二就出生了 那儿女送权多好啊 对不对 假如老大生男孩还生吗 老大生男孩咋的了 老大生男孩那去看心情吧 心情好再要一个吧 你们俩的婚姻关系心情能好吗 那有啥不能好的 对不对 咱就说啥 想要就要 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 你嗓门大没用 你看看人老师都在这儿笑话你呢 咱家啥条件自己不知道吗 还非得老思想 还非得生个男孩 非得生个二才 那有一个就过呗 咱家庭条件哪儿不好了 那有吃有喝这就行吧 现在不说别第二套牌不也买了吗 那大哥家条件好啊 人家剩啥了 哪个人也没乐着 我该上学上学 你该吃吃该喝喝 你跟老师说 现在今儿来到这儿了 你就实话实说 我身体啥样 啥样不敢是站的吗 有啥不能生的 老师不能生 我跟你说 现在每组外边都有瘾了 就不愿给我生 我对你家啥样 我这么多年 我在你家心目目付出 你说我有瘾了 人说话把他对得起良心 老师不是说我不给他生 我做过两次公外孕手术 我身体我不想遭受那样 就是那种重创了 你家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看我们家亲戚 那说的是人话吗 我家哪个亲戚说的不是人话了 咱就说啥 你说我咋说都行 你不能说我家亲戚呢 那亲戚说啥了 我都给他录下来了 有录音资料是吧 咱听听 大侄啊 你听老叔的这可不行啊 那晚上家里面没有个儿子 他没有顶当住啊 你将来到老那天的时候 咱家祖坟都进不去 再说了 老叔这个岁数大了 跟你说点实话 那你到没那天 盆都没人给你摔呀 是咱家都这么想的 我刚才这不伤了二十二三年了吗 一直也没同意 你不能因为这点是离呀 你这是伤了的事吗 谁家伤了啥事还能伤了二三年呢 那咱家仅仅要种地 伤了的话二三年 地都不种了 那是那么回事吗 大侄儿 这事不是老叔说你啊 这事必须得拿入日程 你看碗家 你老弟 你看你那枝 你一个精神的 我儿子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他这啊 关键是我这媳妇 我伤了不同啊 我现在一提这事 就跟他抄着 一提这事就干账 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了 那媳妇那玩 还能你啥事 都跟他俩说了算呢 他说不生就不生 那老娘们不就是 生孩子做饭去玩什么 他说不可能行吗 你这样说这媳妇的话 这么就就这熊样 跟他那过少呀 不行离 换媳妇 跟你说换一个 给谁不当长孙子 你爸你妈呀 跟我一整唠壳叨 我说想孙子 想的迷了没了点 人得体谅老人呐 老师 几位老师 你们是不是听见了 这是他自己亲老叔说的话 咋说的了 还能劝你小辈离婚 不行就换 老叔再给你找一个 说能话多丧良心呢 那你没听出来吗 那大蛇狼鸡 人家是喝大了 能满嘴泡火车 咱们喝大爹说话 你也能跟他一般见识 再一个 我也没听他的 我跟你离了吗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有这样的一些漏见 根深蒂固的 一时两时 也不能够帮你清除 我们就说说 在婚姻里头 除了不生老二这件事之外 他对你好不好 老师 我跟你说 你说吧 我家这老远 我从黑龙江到吉林这边了 这么多年 我俩回娘家过年 一共都不超过几次 我不能回家过年 看看我父母去吗 不是你说 大老远你领孩子回去干啥呀 咱就不说别的一千来 一千来公里的 你回去了 改家待四五天又回来了 再一个啥 你说你家开麻将馆吧 特别是一到年纪的时候 那屋里全是烟 那本身就对孩子身体就不好 对不对 再一个啥 你老爷老年是想外孙女了 那你就来看了呗 我没说不让他来吧 那你啥我这家 过年来就完事了呗 好吃好喝好招待 啥都有 谁规定你非得小辈 去看老辈去 将来你们老了以后 也不会要求女儿 回来过年的对吧 你女儿如果生了孩子了 你也不会让女儿 领孩子回来 你们想看外孙了 你们就自己 长途跋涉去看看对吧 我女儿那时 还不知道咋个事呢 没准那时候 我想上一个点 也还不想注意呢 你唯一到现在为止 说的一句话 对的就是这句 你女儿未必还让你去呢 我也觉得是 就凑你现在一直说 这么看不起女孩 不让女孩去看她的姥姥 你一点也对孩子也不爱 我跟你说 虽然说我想要个男孩 但是我对我家老大 一点都不再差样的 我的意思是啥 再生一个 我并不是说 我家老大是姑娘不好 知不知道 这种男人 为啥要跟他过下去啊 你能跟我讲讲 本来我想问你 你们还有啥矛盾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们有啥好的 以前不是这样的 就是自从吧 我们俩有这个二胎 这事 这事之后了 他就开始就变了 回到家里了 天天就是说 那个在那个床上躺着 打游戏 那你说家里活 我也是累一天了 我想回到家里 就是说 两个人吃完饭之后了 领着孩子 我们几个人说 出现那个 在小区里逛逛 逛逛商场 逛逛超市啥的 他就把全部的时间 你放在你那个打游戏点 那你游戏就比我还重要 比孩子重要吗 不是 愿意逛你就逛去吧 那你就领孩子 下楼去逛去吧 你去商场我也没拦着你 那我不想去 我就想给他 搭一会儿那找的了 老师你听听 就是这种态度 他现在就是 对我就是漠不关心了 前两天吧 我说我换个工作 那个工作离我们挺远的 我说你开车送我 他说他 不行我没有时间 这边我还有事呢 我自己吧 我就骑电动车去的 本身我骑那电动车吧 我技术就不咋好 那天一个车吧 还给我刮了 虽然说没啥事 但是说我吓了一跳 回到家 他在那会儿打游戏呢 我就特别生气 我觉得这游戏 比我重要多了 啥玩游戏 批你重要 你说那话就不对 那你说你想去找工作 那你就去吧 对不对 那还非得去开车去 那尔嘎本身 就全是单行线 你说开车去 到那尔嘎 你万一走错道了 扣二百块钱 你说哪多哪少 再一个 那电动车不你咋来买的吗 你买的你不急 你买的干啥呀 那还咋的 眼睛把你刮了 那把你刮我让他刮的 是不是 那非得回家找我去 说咋的 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 你说你回来 那咋的我会包啊 我会擦呀 我能给你整好他呀 那扯他没用你一天你 老说我不关心他 就这样 一天就是无力取闹 没人找事 你关心他什么 首先来讲 不说别的 他敢家 虽然说他做饭 小菜啥的他做 你像他想吃鱼 都是我做的 就是平常吧 我干啥他看不着 我一给手机拿下来 我只要想打游戏 他就啥呢 来事了 你去把碗刷他去 我说行啊 你等我打完 这把游戏去 生气了 夸夸就刷碗连嘴碗那嘴盆的 你这样的日子 你说我不难受 我心里能得劲吗 包括说啥的 我朋友要想 就是抄我借点钱啊 我跟你说 抄过二百块钱 都得报备 五百块钱 都不带我出借的 这五百块钱的事吗 他前一阵啊 没经过我的允许 偷着 借给他朋友 两万块钱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 说两万块钱 那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不是啊 你自己 你拍拍良心数 我要问你了 你能要给拿吗 关键是啥呢 我各位老师啊 我问完他 别说两万 五百都不带借的 老师 这里你说 其实要是说 家里有事了 父母啥生病 你说需要借钱 说这个时候 你说我要说不借 可能说说我这人吧 就是说做人 我做得不行 说我良心不挣了 但是你这朋友都啥呀 那不就是一些 那个啥狐朋狗友吗 你可倒好 你把钱借给他了 老师你不知道 就你那些 狐朋狗友啥呢 除去不是吃家 就是喝家 那你说 那这样是能借吗 那个朋友为什么借钱 我也没问你干啥呀 那晚上人家借钱 咱还问问人家 干啥嘛 对不对 咱就说人家 肯定是有难事的 没有难事 谁能借两万块钱呢 在家你老公永远是都有道理 吵架你能吵赢吗 吵架吵不过 人家就是拿不是当理说 无理变三分 平常改家 我基本上不跟他吵 为啥呢 我也吵不过他 我今天上这儿 为啥我说这么些话 因为我毕业的 我难受 我根本就没啥倾诉去 好 来说说你老婆 有什么问题 除了不生二胎之外 首先不说别的 就说他们家 没有一个人 能瞧得起我的 包括他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非得说让我家全款 给市里买个房 我家那家农村 刚盖个自建房 手里根本 我父母手里没有钱的 你要买的话 咱就贷款买一个 以后慢慢还呗 因为我父母也帮着还 他父母不行 非得就啥呢 就是全款买一个 全款买不起 咱这婚间不解了 我跟你说 我父母那边 我是极力做工作 做了一个多星期工作 我又绝食又啥的 我父母后来同意了 连我父母借的 在我借的 为啥说我借我那朋友 两万块钱 因为当初我有难出钱 拿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才 这房子我才买了 我俩才结认过 到现在也是 我上天家 他父母干嘛就敲不上我 你咋能这么说呢 我父母哪块敲不上你了 老师 那你说我从这么老远 我嫁给他 我父母就要求啥呢 就要求我姑娘 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以后我姑娘 不用背好几十万贷款 那我觉得父母有 这房子不是不是你的吗 我俩名 那我觉得我父母 做的也没错 不是咱不说别的 你听他说说 他父母为了 他不背贷款 没有压力 那为啥咱买 第二套房的时候 你父母不阻拦呢 第二套房 咱不是贷款买的吗 现在不还还得贷款的吗 你父母咱不是生了呢 我跟你说 他就给他父母狡辩 他父母当时就不同意 就说啥 给我俩变黄的 婚后你说 他父母对您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 我上他们家去 人家过年 改我家 不说别的 最起码肘子猪蹄 猪头肉你得有吧 白桌上 红烧肉啥的 是不是得有过年呢 他家啥没有 是呢 我是呢 我说什么 你红烧肉啥 我说你自己的 不是这么多 我说两个人 我说两个人 是吧 除了 我说一句 我说两个人 不说的 这儿 你 我说你 还很得罪 你 我说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那你说我打工我下班了 我不玩火游戏我干啥去 难道说我不能有一点自己的自由吗 好了 既然你们今天来了 那您也希望听到我们大家的意见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希望你呢 能够保持心平气和的 跟大家正常的交流好不好 那个老师我再说一嘴啊 我现在就是心平气和的 我生就这么大 不好意思啊 好嘞好嘞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到底其实诉求是什么 还是说我家那个生二才的事 就是说不能这么强烈要求我了 因为岁数在这 我今天我都三十七 我笨四十 还生啥呀 没啥事 就别老拿这个小话磕的 所以你是肯定不会生对吧 我肯定不生 再有就是说过年回家的问题 我想咱们是 今年去你家 明年去我家 再有说话的问题 就是说 你妈 你爸 就是 我觉得这种特别不尊重 都得叫爸妈妈 那人生下来不就是吗 都是有双重父母的 公公婆婆不也是妈妈妈 那你想岳父岳母不也是爸 不也是妈妈 那为啥都是 你爸你妈 我爸我妈 我听了口 你老公啊 人不坏 他就是嗓门大 和说话呢冲得慌 但是呢心是耿直的 就像他给朋友借钱啊 就像他日常生活里头 还包括他下了班 再晚也要给你炖鱼 像这些朴素的小事 他都有在做 但是这人就是嘴巴甜 现在我也是吵 那我自己我都感觉不到了 因为我被他给带了 被他给童话了 我说话也是这种吵架的方式 一童话你 姑娘 我问你一个事 就是他觉得你的父母 对他是有偏见的 这你接受吗 认可吗 有一定的偏见 当你发现你的父母 对他一直有成见 甚至于回去 对吧 过年的时候 都不给他做肉吃 你做了什么 其实这个我还真没做什么 那我咋想的 我说那你就出师 那我家有 你就自己做 本身我家人吃饭吧 这是一件事吗 他是吃不着肉吗 他在意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他可能在意的就是尊重吧 然后可能我说话的方式也有点强势 因为被他给带了 不是强势 是你压根没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问题就是 一个又一个地去掩盖 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 被掩埋了 未来会以一种更恶势的方式爆发出来 对 现在就是我俩这个状态 就是我俩说啥都不对 他想干的事 我肯定就是不支持着 他前一阵的想在我们小区 堆那个水果店 然后我也没同意 但凡他想创业都被你摁下了 我就怕有经济压力 我就是什么事吧 我就是阻拦他 也阻拦好多次了 我想干点啥 他都不让我干 虽然我喜欢钓鱼 不要 买了 踹碎了 不是 你为什么呀 一根鱼杆就是好几百 折了之后下回他就不买了吧 你说这次买吧 给你折了 下回再买你不害你折吧 拉倒就别买了 那你发现没有 就你不让他创业 不让他爱好 然后他就玩游戏 我希望的是说 他能抽出更多时间来陪我 那假的你不陪我 让别人去陪我去吗 那那对劲吗 行吧 好了 我们都已经听明白了 来听听我们在场的 两位哥哥姐姐有什么看法 从我来讲的话 是小伙子自身的原因比较大 你像父母说是要孙子 这肯定没毛病 也正常 就是关键是啥呀 你小伙子的你的作用很关键 你在中间起的是桥梁作用 你在父母跟前 你要说儿媳妇如何如何 你在儿媳妇跟前 你要说是你的父母如何如何 跟父母说的也好了 互相家庭条件也调节好了 不想生儿媳妇还想生呢 有这个可能 我就觉得这两口子 反正是过的这个日子是鸡飞狗跳 说句实话啊 如果是我姑娘的话 小伙子我告诉你啊 你能姑娘我就回家 我指定不让她跟你过 啥日子过着这家啊 咱就不用说生不生 一个都不跟你生 我跟你说 妹她让你这样老赵母娘 她让你这样老赵母娘 谁贪谁倒霉 你就记住吧 自己照着镜子 你看你啥样了你这是 我啥样了 我啥样我过我自己家的日子 谁能把姑娘嫁给你啊 这不改这儿那么现场 人家十多年了也没结婚呢 老师你看看 谁说啥冲谁就上 那能行吗 你哪能听得去别人的意见呢 我觉得阿姨说的就很对吗 那你愿意跟她离婚吗 其实我不愿意离婚 因为你看出来了 我跟大哥说一句话 首先你得尊重女性 咋能弄啊 我天天故意给她洗脚啊 我不想跟她说话了 我跟这个人说话我很难受 我跟女孩说吧 这人是你自己选的 你跟她过到现在了 你们也结婚这么多年了 她就是个这样 你改变不了她的 你也别指望改变她 不是说一个人你嗓门大 你能吵吵 你就说明你这个人是自信的 不是这样子的 她为什么一再地想要证明她自己 是因为她基底色产的时候 她想得到一种肯定 这个肯定是她从 跟你觉得关系的一开始 她就没有获得没有得到的 她在你 她找个老婆 我在我老婆这儿得不到肯定 我在我老婆的父母那儿得不到肯定 回头了她在她自己的家里 也得不到肯定 这个男人的一生她好悲哀啊 慢慢地她就会开始有一些什么 就是人她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之下 她就会很慌乱 这个慌乱并不是她自己一个人造成的 你也有责任的 我唯一能够赞同你 只有一点 就是她不应该强迫你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她内心极度的空虚 你那心也极度的空虚 你俩彼此都非常的空虚 你们俩拿着说我爱你的一个幌子 我们是一个家庭 然后一直在对对方道德绑架 文贾老师说你们空虚 我觉得空虚是对的 她其实除了空虚还有恐惧 就内心有很强烈的恐惧 尤其这位女士 我相信你以前去她们家之前 你不会这么大声说话 因为你家没有这个文化 对吧 你爸也不是那种特别大声的人 但你为什么去她家之后 你这么开始也越来越大声 因为你那么远嫁嫁过来之后 你进了她家 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你怕自己受欺负 你怕自己不受尊重 所以你看你到了她这边之后 学了她的语言模式 交流模式 然后你学会了 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到她身上 然后你又学会了 完全地想去掌控她 导致你这一切的 都是因为你内心的恐惧感 那对于男生也是 男生你不用这一副对抗的样子 你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你喊得那么大声 其实你在家里面什么主都做不了 你做主不行啊 生气干涨啊 为什么非要炒赢她 你才能做主呢 你借人家两万块钱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自己就借了 你可以借人两万块钱 为什么你不能创两万块钱的业 而要去跟她一次又一次的吵架 你先不要把责任 怪到对方的身上 你看你们两个人说话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模式 就是但凡这件事情 你再说我做不到 那一定我一定要找一个出口 一定是她的错 我现在我去创业 我得两万块钱 我哪想干点啥 你首先来讲我得辞职吧 你辞职同时赶紧 一回家就跟你吵着 你手是不是又直到她那边去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她 所以你不能辞职 对啊 这不就是吗 这不就又论证了 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情吗 你们所有的交流模式就是 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错 那这个错一定是她造成的 你顶着她吵架这件事 你是可以做成事的 就拿这两个块钱借出去这件事 但在另一件事情上 你不做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文教老师让你说 人贵自知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得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 你身上是有弱点的 你身上也是有弱点的 你的弱点是离开 远嫁离开家之后 你内心有强烈的恐惧感 你的弱点是 你希望你身边始终是 有人能够支撑你 才能够push你 就推动你去做一件事 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辞职这件事 不是你自己能推动自己完成的 是得她来推动你的 所以你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需要的不是相互对抗 你们真正需要的是相互支撑 你的需求是什么 是老婆 我需要你来推动我去创业 她的需求是什么 是老公 你要给我一些支持 让我看到我嫁到你家来是对的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 我说的对不对 没毛病 所以我建议你们 我就提供一个建议 就你们未来在沟通的时候 分别去看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提出自己的需求 不要把事怪到对方身上 我身上有这个缺点 所以我希望你来帮我 弥补我的缺点 这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非常感谢陆七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有自己的困惑 想要跟陆七老师聊聊 那么请关注陆七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亮明您的爱情保卫战粉丝身份 这样可以得到陆七老师的新人礼 我们是离得非常近的 我们是老乡 其实你们说什么 表达的我听得很清楚 接下来呢 你就把大家当成是你们家里的企业 坐到你们家热炕头上了 来跟你们家来聊这个事 闹这个事啊 但是说真的 你看我是1987年出生的 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身边里出现过 你们两个这种性格的 那是老一辈 但是啊兄弟 同龄人啊 不是那个年代了 男女现在真的不重要了啊 第二点 如果说你慢慢地表现越来越好 让人觉得有希望 那我说不定 这一辈子他还能试最后一次 但是我觉得 一定是在医生 医院情况 允许的情况下 再去做这个尝试 女士 你觉得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 他这人就是特别地直 不会绕弯 就是这样事的一个人 他不会说好听的 这样的人他有一特点 他很脆弱 你发现没有 他说话其实都以反驳 习惯性地反驳你 我们就说抬杠 抬杠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内心力量其实挺弱 来自于什么呢 不管是婚前婚后 不管他做了多大的努力 借钱买房 也去到你们家 但是至今没有得到你父母的认可 他在家族里头也没有得到认可 这就为什么他一定要生个男孩 借朋友钱两万 为什么借 要别人的认可呀 我在家里头寻求不到认可 我就去外面去找啊 他曾经帮助过我 所以我要给他情意呀 所以我背着老婆 我知道老婆不同意的 我要借这个 因为他要面子 因为他很在意 在意别人对他的认可度 他没有得到 更得不到你的认可 不管是创业也好 还是他的爱好也罢了 所以我觉得他很孤独 没有人理解他 所以你要跟所有不理解的人 你要去对抗 防御 攻击 目的是在保护自己呀 所以其实你们俩的关系 我觉得好调整 就从你这儿来调整 现在手里有大概十几万块 是吧 有 好 我们要去投资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风险承担的能力 对兄弟 二十几万的投资 不见你去做 几万块投资 做一下 给他个机会 你相信我 如果你给他几万块 这种创业的机会 甭管是失败或者是成功 对于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都是有促进作用 失败 你让我势力回来 我认了 我这颗异动的心 我终于能够平复 那要是赢了呢 他就得到你的认可 对不对 你们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起来了 双赢 这个丈夫真的是每天 从结婚的时候 掉门就这么高的吗 从他开始 要跟他家人绝食 也要娶你 绝食了一周 来争取取你的权利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吼着的吗 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靠吼的吗 所有他都是在靠 反问句来进行 自我保护的吗 我想不是的 他们家的确说话嗓门大 可是跟你相处的日子里头 他慢慢变成了 嗓门大 且有攻击性 所以你的丈夫 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你造成的 如果今天你说 希望我们一起来说说他 我觉得该说的也都说了 但是这一个家庭关系 要靠谁改变 才能够获得新生 我看在你 接下来 还您丈夫一些自己的时间 别替他做主了 您自己需要承担 您做决定带来的后果 我相信几万 十几万 这样的一个债务 您也能还得了 对吧 您既然还得了 那么为什么不用您的好人员 有的时候可能能借的 和能向他拿的 咱就把你想做的事给做了 做的如果不成 我们也不用埋怨 也不用说是自己不努力 或者怎么样的 谁都有失败过 但万一成了呢 好好想想 有请我们第二队 本期第二队情感嘉宾 宁先生 65岁 来自吉林 退休 齐女士 64岁 来自吉林 退休 那么她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她可都好 退休了 天天就知道我爱跑 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我 她从年轻的时候 不爱管着我 好不容易退休了 为什么我就不能干点 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她在外边光纤亮丽 招讽也别 回家就给我拿着个脸 家里大小事 她啥都不管 这日子 我实在跟她没法过来 她这个人强势一辈子 凭什么我啥事都要听她的 今天我一定要反抗一下 今天你老公光鲜亮丽吗 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我觉得今天您挺光鲜亮丽呢 各位老师好 今天是我要求来的 我从她退休开始说吧 去年她退休了 就是上了这么多年班了 突然退休静下来 我怕她没有意思 就给她提建议 我说你这样的事 你报一个老年大学 这样有一个外头 有一个事干 过一个就是祥和的晚年生活 这是我的打算 结果可能好 我这个期间提出来 她一下抱了五个 这一下子我家就来套了 我跟你说 她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然后她抱着那些班吧 我跟你说 有唱歌班 声乐班 那个 市场恋爱班 还有唱歌表演班 还有摩托班 基本上全是老太太 我们家这老太 我说实话 年轻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地帅 公认的美男子 我还带个照片呢 给大家看看 您也不累啊 您这个 您现在都 对 多有明星范啊 很美 这就是我们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照片 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两个吧 是家里头是邻居 从小亲没住 反正就是 长大以后 自然而然就 就走到一起撑家了 她就在我们 那个整个周围 反正是大姑娘 小媳妇年轻的时候 那一直都忽视她 我是就是披荆斩棘吧 反正就一直是在斗争 不是她以前有过 暧昧啊 有过这种变心的 她还行 关键是 女孩 小媳妇 大姑娘 总找她呀 怎么个找法呢 天天上我家吃饭去 就她要蒸一锅馒 她一开锅盖 我跟你说 基本上就没了 实际是这样啊 就是我这人 比较随和 在单位也好啊 以前同学也好啊 跟大家也不犯什么冲突 也没有什么毛病 她说我厉害 要说我找这找那个 哪有那么多事啊 她是啥呢 嫉妒心也特别强 尤其上老年大学了 这也就给我举这例子 举那例子 哎呀我 真是 真是说句心里话 我也挺烦的 年轻的时候 她像这样嫉妒心强吗 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但是那阵吧 我家我说了算 现在是咋的呢 这不是上老年大学了吗 现在都管不住了 天天可外可唱 等到终于回家了 比方说我可以回家了 一会儿电话 老太来电话 走啊走啊唱歌 先上歌厅来 一会儿打个电话 喝酒去了 不是那都同学在一起 你说这 十安方唱会儿歌 不是您唱歌 是唱得好听吗 唱得好 我没能听吗 行行 那唱吧 唱一个是 好 岁月长河 纷繁总寂寞 淘尽浪花千万朵 有你也有我 深情宁谋极多 雨露滋润极多 心灰斑斓极多 情愿牵挂极多 不错 不错不错 我觉得这个 声情并茂的 要给一位老太太唱的话 可以把老太太 迷得五迷三道 对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过去市场 都是那种群众性的那些 比方说同学聚会 我俩同学 然后到群友聚会 我们经常有那个 什么服务群 旅游群 唱歌群 这个我都能去 你知道 您落单了是吧 但是现在是咋 人老年大学 人家不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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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 你也不认识 你说你去干啥去 你到那儿多尴尬呀 那身边那一些女同学 有做出什么 出格的事吗 不是 你听我老师说给你学 你听我给你学 她是这样的 人家是咋的呢 在那个摄影班吧 人家唱歌唱的是最好的 等唱歌班 人家摄影说是最好的 所以说人家 在一个联合会 把她叫去了 那一个联合会 把她叫去了 然后人家她是咋的 白天晚上都有事 就终于回来了 人家照了一大堆照片 究竟有多少 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我们家过年 花了两万多买个相机 你知道咋的 我们家几乎没有相片 但是咋的 拿着这些相机 天天给你老太一照相 照完以后 开始传照片 一传传到二半夜 等我可以看到照片 我跟老太太 有戴纱金的 拿扇子的 买鱼伞的 反正就各是不一样照片 我说的 你给我照点啊 王赵也给我照了 你猜咋的 我带着了 你看这她给我照照片 哪个是 戴帽子的是您 对对对 你还有脸吗 我跟你说 跟老太太照相 我告诉你啊 那都可待劲了 我跟你说 人家又这样的 又这样的 这么待劲呢 各位老师 她是这样 自从我们上了 老年大学以后啊 也就经常 我不说经常在一起 有一些活动 尤其是寒暑假之前 可能各个班都 连环也好啊 演出也好啊 那你说我会照相 别的班的 或者我们班的 人家说了 人家说那那个那个 你今天去给我们照去吧 明天就给他们照去吧 咱也不会别的 你说我就会这点 那那就照呗 那你说照完了 我不给人传 不是那么回事吧 结果她呢就说 你看你天天给老太太照 实际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 老年大学 现在这是一个怪病 老头少 老太太多 确实是这样 班里的老大姐也是那样 也都七十多 她说这这这 这是咱们班的几个大宝贝啊 我还当好事儿 就像开玩笑似的跟她说 结果又惹得不高兴 反正这些老年大学吧 我是啥意思 或者是你选一科 或者是说呢 咱们那些科咱就别报了 然后呢你就回家 老老实实的 咱们口号过日子 咱就说咱现在六十多啊 你再活二十年 你再二十年 你天天上老年大学啊 你天天跟那些老太太 混一块啊 那些老太太 能跟你过一辈子吗 不念也行 并不是说不行 但不念我在家干啥呀 自从我这一年多吧 几乎是经常在一起吵 不是我跟你说 老师们 我跟你说 她是这样的啊 她半夜随一样 她戴着眼镜 戴着耳塞着 然后电话开着 电视开着 睡醒一觉以后 我从那家屋那屋一出来 我一看我跟你说 哪点都是噪音 然后呢我是这样的 眼镜都摘了 耳机都摘了 电话整没声了 你还得轻轻整 如果你要是稍微有东西 她要醒了 啪 全开开了 你给我开个电视 给我开开 电视关上 然后我跟你说 我家十个眼镜 眼镜腿 舌了拔着 那你好好说呀 她就是连喊带叫 一天天 给我整的 我也闹起 不是 听我跟你说啊 你看她个家里 都啥也不干嘛 游停倒都不服 就是我们家这 所有所有的活 全是我的 然后呢 我跟你说 她管啥你知道 管我家楼道 管公局 从楼上到楼下 哪层灯坏了 她保证自己 拿着我家灯烫 拿着工具 抬着梯子 二个儿给你上去 楼下 比方说我们东北 不是特别冷吗 到冬天不下雪吗 那外头那雪下 老大老大 我跟你说 擦个那个门口 从我家 那个外头那个院 一直扫到 扫到大马路上 这不也是锻炼身体吗 那你说正常的 楼道灯坏了 或者是哪块坏了 你看着了 或者你去伤什么 这也不费啥事 外头扫雪 要不你平常 还得去锻炼你 我本身 我也愿意运动 愿意锻炼 我经常游泳 这不挺好的吗 造福了楼里的邻居 又不是只为了 这一个某个大媳妇 小姑娘的 不是 我跟你说 她就不愿意 不是 我家邻居都说得好 我跟你说 我要是说她一个不好 我跟你说 一百个人攻击我 因为她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热情 所有所有的 所有能量 全部放下给外人了 我跟你说 我家做饭都是我做 我不会呀 42年婚姻 这跟我岁数一样 居然您都没有学会做饭 一直都她做 她上老年大学的时候 谁做饭给您吃 她呀 每天中午我回来做饭 对呀 那您每天都做什么呢 我收拾屋子 洗衣服 我家卫生特别干净 都是我干的 大哥去上大学去了 您呢 除了在家里 您兴趣还好 我把我的手是干净了 看电视 然后呢 我也有老年 要我让我能让她 上老年大学吗 因为我有老年大学的课 就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环境特别好 然后我就给她抱了一个 结果可能好 她就是遍地开花 这就 我还可以学个事 然后一天唱歌去了 晚上 好像是半夜回来了 我不知道啊 早上起来桌的时候 这么大一份花 告诉我 她说唱歌给她献的花 谁献的呀 她说同学啊 不是 实际当时是啥呀 当时我们去吃饭去 有一个人过生日 别人给买树花 扔了白瞎了 谁也不拿 我说那我拿吧 结果又闹得不予乐乎 哎呀 肯定是你唱歌唱得好 给老太太给你的 不是 什么老太太给 她就多虑 我不说吗 她就是心病 这个心结 我也希望老师不给她 治治这个心结 你有担心过 咱哥哥不爱你吗 不担心 那你还介意那些老太太 那我也不要让她 跟老太太在一块啊 她给老太太的 不就是一些 就要友好的互动吗 不是 她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属于一个系统 有意思吧 是这样 我上她们单位去了 我俩就一块往那走 她们单位那些什么 那个大姑娘小媳妇 就当着我的面 就这样的 哥呀 就这个的 哥 根本就无视于我 在跟小儿 就这些人 跟她也都特别熟 人家也不在乎 哎呀 我哥肚子又大了 我都什么什么 人家也不是说 那你说她们能有啥呀 这事也不怨你老公啊 就像我们要去摸一下 陆琪老师 陆琪老师总的 哎 放开我 别碰我 对对对 她不动 她不动 她不是 就是谁摸的 她都不动 对呀 所以这不怨您丈夫呀 那问题是 我也不愿意让别人摸呀 我这不是又说 她是亲眼小 嫉妒心强 您知道她是这样的 您现在还招惹老太太干啥呀 我不是招惹呀 那这个环境 就是这么个环境呀 假如我们不再去上这个了 回来 我们去跟戈壁李大爷 王大爷下象棋 下跳棋 你看可不可以 去钓个鱼呀 或者是去踏个青啊 都是男的 行吗 钓鱼 她也不喜欢 我也愿意钓鱼 我要一起钓鱼 去干啥去呀 胳膊晒却黑 蚊子叮你一胳膊包 什么玩意 可别说钓鱼了 我跟你说 她去钓鱼下来 我跟你说 一宿 我跟你说 第二天回来 我告诉你啥呀 就跟那个 扎着那个眼似的 从这一直到这 全是蚊子眼 就是一层啊 我说你可别钓了 别钓了 这这这 那里头都全是菌呢 干啥也不让 反正她 哎呀 我怎么说 太难了 今天您提出来的诉求是 希望她不要再上老年大学了 对吗 对 那她不上老年大学 您能给她生活 有什么乐趣吗 那咱们可家 她不是说 不让我上老 那我也有诉求 我是说 希望她呢 理性一点 希望宽了想一点 别老吃素心 老想那 那一点小事 这么这么这么的 好 来 哥哥姐姐们的生活 你们是怎么看 我感觉这老大哥 一点毛病没有 就说啥呢 年轻的时候 为了子女啊 为了这个家庭 奔波了一辈子 是不是 工作了一辈子 可下老了老了 退休了 那有点自己的生活爱好 不很正常吗 那喜欢钓个鱼 喜欢摄个影 喜欢唱个歌 这一辈子都没去完成 这个心愿 到老了 到老了 我感觉你应该去完成 这个心愿的 对不对 在这个阿姨 我就感觉你有点啥呢 有点太多疑了 太多心了 我估计吧 有点更年期 反正我要是你的话 我是不会改变的 这么大岁数了 我的土牌半节猎人了 我还不为自己活一活 我觉得阿姨 做的没有啥错啊 她之所以管着你 说明她爱你 那管的就是爱 人家就是这么大岁数了 都退休了 人家自己去想 有点自己的生活 不可以吗 我就爱好摄影 我就去摄影去 我爱好钓鱼 我就去钓鱼去 咬点包咋的了 只要是你喜欢这个钓鱼 你别说是咬包了 整事你就去吊嘴里头 上来了 全是湿了 我照样给她吊 我开心我高兴 咋开心咋活 都这么大岁数了 是不是 还研究别人去咋想呢 别人爱咋想咋想 我还管她那事 对我跟你说阿姨 我也支持你 所以我跟你说 就你看 别看你六十四了 你在我心目中 依然是女神一样的人物存在的 我跟你说 你哪块不比她差呀 不行的话 我给你找个老头 我跟你说 比她长得帅的话 能懂咋的 别别别 你们是不是都说出了 自己内心的生意 自己在婚姻里头 个个都想说 我想跟你散 但是又不愿意说出来 只好借着别人的故事 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 太能抬杠了 她就咋的 啥事都得听她的 啥事都得听她管的 其实咱这两位的事 没这么严重 是你们的这一个 互相的敌对情绪 把这个事哄抬的 必须得老两口 离个婚不可了 是不是 回到离婚的 对 我们冷静一下 听听情感疗愈团 老师的看法 来 姐儿 我首先想说一点 就是第一 长得帅不是原罪 你不能因为说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出门了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够去 跟异性接触了 我长得好看 我就不能提升 我自己的个人 文化艺术修养了 你要尊重这个事实 第二点就是 叔叔您在处理 这些跟异性的问题上面 其实编辑感 是有圈切的 这个是您需要调整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 阿姨 我觉得你的生活 实在是太焦虑了 然后你所有的言语表达 那言心举举当中 我都感觉好像你在讨债 这是你整个大段大段的表达 一直都在是一个 数落心智的表达 没有任何的 就是给到你们俩之间的 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您可能 需要去调整一下 您心态上的焦虑的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 你的焦虑问题 不仅仅是源于 光是你老公长得帅 这个事情 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 接下来好好想一想 大姐 您退休应该14年了 嗯 差不多 她退休是5年 对 后面还反聘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她退休之后有什么变化 那没有 是您没发现吧 我看到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女士 大量的异性 就是你在他们面前就感觉到自己很骄傲 因为你就需要这个 因为你有工作 有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突然之间你闲下来了 你其他以前的那些东西丧失掉了 在你人生的老年的转型期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那么多人欢迎你 有一点得以忘信 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大姐给你指出来 说你这个东西你边界不清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它是给你敲了敲警钟 虽然很信任你 但是这个警钟敲的是正是时候 大姐 这一点你没做错 这个警钟是要敲的 这个不敲 这过两年还不造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吧 这个警钟是要敲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其实挺好 就你们的感情非常好 我也很羡慕 我觉得大哥 你收一收心 不要让自己那么飘 我给你几个建议 一个确实 老年大学的班你收一收 因为我对老年大学很熟 我知道你们的班都是要抢的 你们两个人就占了那么多 给别人点机会吧 就这个名额留言给别人 收一收 当然收过了嘛 就留那么两个嘛 对吧 然后你喜欢拍照 我们每个月给大姐拍一套写真 我觉得这个要求不高吧 一个月给她拍一套写真 你就练练手 然后给她好好的拍 让她也高兴高兴 是不是 然后也去寻找一个 可以跟她共同玩的 运动也好 为其他也好 去玩起来 那大姐 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多夸 尽可能的 她为你做任何事 你都夸她 她给你拍照 不要嫌弃她拍 她说这是意境 你说这确实是意境 怎么了 你不能把夸她和给她情绪 价值这个活让给别人啊 你懂这个意思吧 她如果你把这个活让给别人 那别的老太太就会趁虚而入了 你得把这个坑给占主 夸她也得我来夸 我是那个主要的情绪价值的提供者 你学会了这门记忆 这个人不就被你牢牢攥在手里吗 这一辈子她就离不开了吗 感谢陆琪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正有一些情感上的困惑 想和陆琪老师聊聊 您可以关注她的微信公众号 同时亮面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身份 您将会得到陆琪老师的新人礼 我觉得二位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看了这么期以来啊 是最不需要来的 真的是没什么事 无非是我们的 琪女士呢 对宁先生呢 可能有一点张弛有度 我觉得就够了 就比如说你觉得她有点 太过于锋芒毙露的时候 稍稍瞪一瞪 然后她可能自己无聊的时候放一放 她也开心嘛 就像是我父亲也是刚刚退休 然后呢也会让她找一点自己的事情做 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兴趣爱好 也尝试什么骑行之类的都去尝试啊 但是她可能也不会往女生堆里扎 就这种 但是这个东西我也不排斥 我们爱不排斥就很正常嘛 就是还是有度 其实叫二位就像是我父母的年纪 我是真心地希望你们二位能够开心 能够幸福 你们两个人尽量培养一下 共同爱好 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这个事情就拜托您叔叔了 好不好 我是愿意玩 愿意动 对 她愿意看电视剧 她一看你那电视剧要长什么来的 那个那个 长风动 那一看你没完没了得看 可好看了 我可喜欢你那里头那电视剧 那电视剧看可行 看 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您先生 您也可以陪她看一看 共同爱好 真的要共同爱好很重要的 好 就祝你们幸福 大哥退而不休 这是老房子要着火的节奏 老房子着火可没得救 不好救 真的 当我们的这个年岁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当荷尔蒙退去的时候 这个爱 其实需求是更多 大哥不是因为帅 而遭到别人的青睐 年轻的时候可能是 但现在断然不是 老年人看中的可不是帅啊 更看中他的性格 能力 才艺 热情 大哥都有 热情 特别热情 当然了 这样的人 无论他多大岁数 到哪儿都是 受害啊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扼杀他的优点呢 因为当我们各项机能 都属于衰退的时候 当我们可能就在脱离社会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别人的认可 对不对 大哥需要 如果这会儿有什么爱情的话 那都是将每一天都当成 末日来过 那可非常浓烈的 所以一定要当心 但当心一定是不能去按 就像火山 你按住 它爆发的会更厉害 对吗 应该疏导 就如同您 看到张蕊老师电视剧的时候 你很开心啊 你这种开心 大哥有吃醋吗 大哥有不让吗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姐啊 一定要这个时间点 您的这个 灵敏度是对的 真的是对的 但怎么去做 我建议跟着大哥一起出去 那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甭管是唱歌 跳舞 照相 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就是那个像片 它给那些老太太照相是用心的 给您明显没有用心 对吧 所以怎么样 你还在背道而驰吗 你要跟她一起同心共建啊 她才可能用心去给你拍照 好不好 去多理解 一般我们在情感生活中 当我们有一方觉得 生死历劫 每天在家里觉得 我特别痛苦 他感受不到我 他理解不了我 我彷徨 而另一个人 却过得特别的自在的时候 那是因为 你没接收到爱的信号 他之所以从容 是因为他能够接收到 妻子这么多年都爱我 为什么爱我 从年轻时候对我的占有欲 从对我的依赖 甚至这么多年来 他都不能独立的做一次饭 是他真的学不会吗 不 因为他爱我 他依赖我 他离不开我 所以咱大哥才过得特别的踏实 对吧 包括现在他的每一次吃醋 其实都是在告诉您 他有多么在乎你 他爱你 可是您感受不到 大哥对您的爱 在这个里头 两个人都得反思一下 您接收爱的能力特别差 大哥也的确没有 把爱你放在嘴边说 就像我妈那么多 我爸总是走到哪儿 会停下来 老唐还没跟上来 等等老唐 他会迷路 我刚每一次听到我爸说 我妈会迷路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妈像个小孩 其实我妈都已经六十多了 哎呀怎么会迷路吗 脑子清醒得很 推脚灵电得很 但我爸都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 会站在那等他 因为他会迷路 是爱吗 是 但我妈也是跟您一样觉得 你又没有挂在嘴上说 你又没有说爱我 你只是等了我而已 好好携手 接下来继续甜蜜地走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说实话 真的不是那么多 我们还不如在一起 创造属于我们的记忆 属于我们自己的浪漫时刻 是不是需要放掉一些课 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对咱哥哥的管束态度 您二位自己想 交给你们的时间不多 咱回到门后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节目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来电报名 或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我们刚刚的那一对 应该会出来对吧 会出来 那这毫无悬念的话 我们就来听听他们 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吧 请开门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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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看到了 您凑凑地清了一下 特别有意思啊 两个人炒的时候是一起火 两个人软下来的时候 又都是一起的柔软 特别美好的一刻 祝福你们 加油 谢谢吴文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中路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官方抖音号 每晚8点到10点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跟大家答疑解惑 更有机会连麦他们 那么宁先生和齐女士 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请开门 刚才老师们也都说得特别好 我也想可能自己肯定有 想着不周全不周到的地方 自己肯定是也有错误 改正吧 就是争取还是 还得说是一步一步要往前走嘛 不许携手嘛 说得特别特别好 甚至我都挺进去了 而且把他咱这么说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放一放手吧 让他 让他 不说是自由飞翔吧 但是起码小绳拉着 稍微松一点 不是 您也得飞起来 别总当那个拉绳了 对 别老说 因为我爱静静 所以我只能坐在电视机边 我也爱静静 但是我也愿意陪我们先生到处走走 抱抱吧 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 真想让你们多抱一会儿 咱一会儿下去了再抱 有请 一定要幸福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 天宁公司独家冠名 广电5G192 全新号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让我们下期再见